直缺将渴望由国防大学 政战学院院长王明我少将调任 王明我是政战学校23期毕业 学生时期参加演变社谈吐文雅 让人留下印象的深刻 由于政战学院院长一职 由国防部总政战局副局长 郑瑞坚少将调任 好 马总统上任之后 第一次以三军统帅身份 试导汉光24号演习的兵棋推演 特别的是这次兵推模拟解放军 在明年突袭台湾 在海空军遭突破 考验陆战的防御能力 而这套剧本是首次 由美方军事观察团所提出 政党轮临后首次汉光兵推 上午8点钟副总统车队 越国大直桥直奔横山指挥所 一小时后总统车队也跟着进驻指挥所 通关前前倒车随护还谨慎摇下车窗 观察四周 毕竟这是马总统首度以三军统帅 试导兵推的历史镜头 10点20分看完我军防御状况 马骁车队转移阵地到另一头的联合作战演训中心 视察解放军的作战攻势 这次兵推总计五天 假想2009年解放军突袭攻台 两军交战首日 我国海空军就摆下阵来 后面四天主要验证 我军入战反登陆反空降能力 而马总统的兵推处女秀 新做法也不少 据了解这是兵推剧本 美军观察团还首次的提供想法 至于过去超演中 总是可以全身而退的剑龙级潜舰 这回兵推在30小时内就遭到集成 而往年要求人员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内 要到指定报道地点的驯风演习 今年也首度取消 这次兵推也安排国军为延缓敌军进犯 炸回雪山隧道 高铁 高速公路等 重要交通干道的砌码 马总统也将在9月下旬 南下教育汉光士兵操演的反登陆演习 在两岸看似建区和缓的气氛中 军方依旧暗表操客 马虎不得 TPP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彩线团走过22个县市 结束11天行程 在上午搭机离开台湾 对台湾旅游景点再不绝口 还带回不少特产 不过传出因为台南卫生局长消毒说 可能让将来来台旅游的大陆团 取消台南行程 这天彩线团赶紧澄清 说不会因此把台南排除在外 来到机场刚结束11天 全台走透透的大陆彩线团今天离开台湾 不过看这些行李和一个个大纸箱 他们到底带了些什么名产回去 比方说凤梨酥 木雕之类的 山茶然后一些麻薯之类都很好吃 然后因为我上次来过台湾 然后有带一些麻薯回去 我爸爸说很好吃 记得这次一定要再带一点回去 称赞台湾风景美 涂长好吃 不过日前台南市卫生局长脱口而出 路客走过的地方都要消毒 传出因此有团员 打算把台南府城排除在旅游行程之外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他说这些话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还是缺少沟通 他对大陆不了解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加强沟通 加强这种交流 我想以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面对敏感问题 团员赶紧沉浸 带着满满的土厂和参考资料离开 以后路客来台会不会去台南观光 7月4号以后答案就会揭晓 TVB的新闻 廖宗庆 桃园采访报道 目前两岸有八个航站同时开放直航 不过两岸航空业者几乎都只锁定松山跟桃园 现在传住民航局观光局为了平息地方怒火 想用分配绑架的方式 要求对岸航空公司加飞冷门航站 观光局甚至自掏腰包要补助 让降落其他地方的路客 搭乘高铁或包机北上 但对此局长赖瑟珍相当委屈 一度哽咽 民航局长张国震亲自带着各航空业者 视察松山机场 只因为7月4号在即 但航线到现在依然敲不拢 大陆有六个团来 那就到六个点 结果就都是到松山跟桃园 那跟当初协商的情况还有差异 那就有些地方就很失望啊 就因为当初说好第一天希望本岛六个机场都有路客来 但两岸航空业却抢飞松山和桃园 传出民航局观光局想强制分配对岸业者怎么飞 像厦门航空要飞松山 就得配合飞一班广州到花莲 而东航上海飞松山 同样要加上一班南京到台东 另外南航想在台北降落 也得配合任何一个航点飞台中 南门城必须条件交换 民航局长赶紧解释 没这回事 是 我有一点限制 某些瓶颈 也只能八架持 对不对 我们自己航空只飞两架持 那六架持他们就飞 就是这样 至于传出观光局要补助降落西部其他航站的路客 搭高铁北上 局长赖瑟珍解释 只因为希望他们一起到台北参加欢迎晚宴 当天来回 难道这样的投资也错了吗 那我们花这一点钱 那么来做一点宣传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我希望大家 是不是是不是可怜我们啊 这个真的是我们连这样子做都要被批评 面对外界批判及压力 赖瑟珍一度哽咽 如今只希望好好跟对岸协调 本岛六个航站都有首发路客报道 雨露君瞻 为了挽救低迷的国内经济 行政院长刘兆玄最近密集跟工商业界会面 而下午刘奎在工业协计会的会员大会中强调 台湾和邻居南韩相比 政府推出的补助政策 让物价波动还算在控制中 密集和工商业者会面 刘兆玄试图为低迷的国内经济注入强心针 我们跟大陆的关系是在好转 所以这个跟韩国的第一个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对于进口牛肉的这个 我们还是采取一个没有放松的 同时一系列的对于物价的控制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油价的冲击 相对而言我们是在控制之中 和邻居的南韩相比 刘奎自认物价还在控制当中 不过从油电双涨到股市不振 坐在台下的企业主可是个个满腹苦水 物价上涨油价油电升这么高 再加上因为股市的跌 大家心里会当然不安定感 有很大的部分是希望在两岸的一个发展 现在不要把两岸期待太高 因为你期待太高 那万一有落差怎么办 尽管七次启动的周末包机 路可观光加上扩大内需方案 让政府乐观的预估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仍然能维持在4.8%左右 不过工业协进会理事长李承佳也提出警讯 政策松绑不能只锁定在两岸之间 万一情势出现变化 恐怕会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 TPB的新闻潘玉文张嘉楠台北测康报导 一样是跟刘院长有关 我们的独家报导 行政院长刘兆玉已经上任一个多月 却还是常常清晨从家里走出来运动 为什么不赶快搬进隔回关底呢 刘院长说 在关底宴客户秘密开会就好 目前没打算搬进去 最近只要进华阶格会关底门一开 就会看到行政官员和国民党立委结束沟通晚宴 小咪咪互动超麻吉 不过都已经上任37天了 关底主任刘兆玉却迟迟没搬进来 其实他已经打定主意 先不搬家了 我暂时还没有规划 我现在就利用了你做一些 或者是有时候去 六个月定业 换句话说 言清彪接下来可能带着立委头衔入狱服刑 紧承压到重兵部署 当时担任台中县议长的言清彪 被移送到台中地检署 逼体小组头戴钢盔 手持冲锋枪在法庭外层层借户 凌晨言清彪裁定收押 言清彪在87年到89年间 涉嫌与副议长张新棠 以及主秘蔡文雄 用台中县议会的公费 到酒店喝花酒 报公帐涉嫌贪污 还曾经叫小弟开枪扫射 连同杀人未遂 枪炮教唆顶罪等罪嫌 一审被重判20年 历经二审 跟一跟二审官司多次改判 教唆部分撤销 杀人未遂无罪 最高法院也做出了最新的判决 枪弹的部分 那么二审判决 他三年六个月有机徒刑 这个部分就到此就是定验 就确定 那么贪污的部分 当然我刚才已经说明过了 是撤销发挥 因为还有事项没有调查完备 所以贪污部分发回高院 至于定验的刑情 延情标可能也躲不掉 因为宪法 其实是条有明规定说 立法委员除了现行犯之外 非经立法院许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 他自行到案去执行 那当然没有问题 这三年六个月的刑情 还可以扣掉之前 积压将近一年的部分 延情标接下来 可能得挂着立委头衔 到监狱报到了 东山新华 黄正如蔡坤 有SNC好组台北报道 这一项判决 再度扭转 延情标的政治生命 他在今天一大早 在立法院当中 本来神色自若 接见了包括了考试委员 跟监察委员的提名人 跟大家闲聊 到了下午 审判结果一出炉 延情标立刻失联 根据王金平院长的转述 延情标的情绪非常低落 真的是料事如神 早上一说完 这会儿就得入肩服兴去 其实延情标早已知道 26号就是判决确定的日子 面对这些象征清廉的考监市委员 他只能自叹命不如人 欢迎大家 祝福大家 不要说阿伯 就你今天来 阿伯就不再来 但是落头落后也会受到 早上的嬉笑怒骂 在检方发布消息的一瞬间 全都不见 延情标似乎从人间震发 只打了通电话 跟王金平道别 伦理的中间的期间 他就是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紧张了 我们也慰问他 希望他好好表现 能够有这个 所谓假释的这样一个机会 赶快又回来 继续担任立法委员 因为他是没有收到 赤头公权的 比较休益模式 代职入肩 该有的福利像是助理费 还是有 但是出席费就没了 不过接到老同事这样的电话 王院长的脸色十分凝重 毕竟立法院又要少一元 而且还是重量级的延情标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晚上6点51分 在立委延情标遭到判刑 3点6个月定验之后 服务处就在刚刚发出 最新的书面声明 声明当中特别强调 当时是延情标服务处 遭到了枪击药犯 詹龙兰恐吓开枪示威 在服务处有人才进行反击 至于延情标本人 正在省一位开会 严格说来 他是受害者 因此对于判决他们非常的遗憾 的确在这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看看延情标 在今年 他是以8万多票 高票连任立法委员的职务 拥有深厚的基层选民的支持 但传出枪暴案件 判刑定验 服务处同仁跟相亲是一片哗然 当然在服务处 可以说是陷入一片低气压 他的秘书说得很白 当时枪击药犯詹龙兰 恐吓延情标索取跑路费 如今被害人 却反而被定罪 要他们再往后 如何相信司法的公证 以往热闹的服务处 在判决定验之后 显得冷清许多 支持者纷纷赶来关心 还有竞选期间的重要幕僚 则是大呼不可思议 他是被张龙兰威胁 恐吓要走路费的人啊 所以他为了这个案子 被判刑不是很冤枉啊 我是比较坚强 他们都哭了啦 惊讶与无奈全写在脸上 心情错纵复杂 有秘书更是红着眼眶 受理选民陈情 幕僚说当时言前标是被枪击药 犯詹龙兰恐吓要走路费 是谁与他开枪起冲突 他并不知情 怎么会从被害人成了加害人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啊 因为这本来就争议很久 讲很久嘛 对 只是说没有人承认说 他也跟这案子有关啊 但是就就这样判了啦 严信彪的夫人 家人亲友没有出现 电话也没接听 无法取得回应 只通过助理发表声明 新疆虽然感到不平 但仍选择尊重司法 东森新闻陈嘉玲 陈振东 SNG小组台中报道 严信彪从最基层的里长选举 踏入政坛 竟然从县议员 省议员到进入立法院 他从没有在选战当中失利过 不过因为他的个性海派草莽 所以年轻时 被一清专案扫黑入狱 而他横跨黑白两个人脉 在地方可以说是地位 是举足轻重 就连在两年前娶媳妇时 席开两千桌 也轰动一时 因为从小就长得一副福太像 东瓜标的外号 就跟着严清彪一起长大 年轻时放到莽撞 还曾被列为 一清专案扫黑对象 但草莽般的海派个性 也让他对选民深具亲和力 严清彪从最基层的里长选举 踏入政坛 接着当选县议员 省议员 转战县议会议长 进而进入立法院 也因为他的交友广阔 人脉横跨黑白两道 在地方地位举足轻重 87年郑兰公董事长改选 两派人马僵持不下 他出面斡旋 反被推上董事长的宝座 郑兰公在他接管后 每年四月的妈祖出巡 都成为地方的重要盛事 然而严清彪的家庭生活 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他十八岁结婚 娶了两个太太 生了四男一女 三十六岁就当上最年轻的阿公 前年十六岁的妖儿娶媳妇时 他除了送给媳妇 三克拉的心形坠裂 还大开两千桌的流水席 总共两万人出席 造成轰动 为人害怕的严清彪 积极经营基层 让他顺利连任立委 没想到却因为 十年前的一桩 违反枪炮弹药案被判刑 也让他的从政 重重摔了一跤 东西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考试监察委员大阵仗 五十人在先拜合了立法院 场面是相当混乱 每位被提名人 看起来都相当紧张 但是一进场 就给媒体追逐的对象 这是被立委电名 要被封杀的前台人立委 前林慧君 连他上个厕所 媒体都不放过他 当党采访现场如战场 玩你怎么挡 被立委点名要封杀的 前林慧君 一定要访 终于逮到机会 这家电视台的文字 率先冲上前 伸出一支麦克风 接着本台记者 也突破重围 层层关卡 好不容易录到了这段访问 我的政治立场 我的原则 就是 始终如一 清廉 感谢你 谢谢师傅 问都还没问完 美情名是说要请就座 实际上就是直接被架走 跟着又有一架电视台来了 这时看到总统发言人王玉琪 立刻出手护驾 前林慧君跟五十多位的 被提名人正经为座 身杀大全 就看今朝 那么当然心里会紧张 紧张的下场就是 一连说了三句 我要上厕所 但是这位重回娘丈的前立委 您怎么会不知道 新闻工作一分钟都不能懈怠呀 只好等你出来 好不容易开了进口 说一切随缘啦 回到里头 又是媒体大阵仗一字排开 这个时候王玉琪又来了 俨然他今天成了 前林慧君的贴身保镖 这场考经委的提名人败会 媒体打仗也打得又够辛苦 东南新闻林陵晨志文台北报导 考试委员还有监察委员提名人 在今天败会 国民党立委的过程中 现场的气氛相当冷淡 王清风部长不立 代表是邢大 追查一个月之后 就在今天在台北县三重 逮捕了这名工程师 这名嫌犯在逮捕之后 还大声嚷嚷 革命时间到了 言辞相当偏激 虽然双手已经被靠上手铐 但男子还是不服气 一开口就点名 不满法务部长王清风 我是在对他的言行感到不满 我希望他品尝一下受害者的心 所以发表一些关于 希望他们成为受害者议员的一些言论 强调不该废除死刑 他叫李玲玲 36岁 是南港科学园区的工程师 还是个国民党党员 从6月初开始 陆续盗用别人身份证字号 登陆国民党官方网站 发表刺马言论 网站文章以杀人放火政变暗杀 统统没死刑了 作为开头 说革命的时间到了 打算要抢走马总统政权 还说就算失败 了不起敬劳等特赦 蹲个七八年出来再革命 甚至以强烈的字眼 打算对马英九 马维忠以及王清风等人不利 他一太往后要对总统 他不敢说 我希望再认真考虑一下 有关废除死刑一体 他不适合我国 男子最后被警方依照卫造文书 上货他人犯罪等罪嫌 移送板桥地检署侦办 虽然死刑被不废除 确实值得全民再思考 但嫌犯以犯话恐吓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实在太极端 董事新闻杖属 吴建宏SG小组 太被报道了 其实在总统大选之前 司马传闻就传得沸沸扬扬 其中包括了黄文典跟吴家镇 都被警方锁定 选举过后 这两个人都非常低调 行踪也没有多少人掌握 倒是了解他们的亲朋好友说 他们当时是被误会 因为就他们所了解 他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总统大选前向立委盯手中透露 有人会以人肉炸弹 攻击马英九的黄文典 一度被当作是刺马的对象 他户口是寄在台南 盐水的表哥家 不过表哥一家人却很少看到他 因为黄文典不是在台南市 就是到北部一带活动 平常连电话都没有联络 选前他涉及刺马传闻的时候 表哥家就多次有远景来拜访 一家人已经相当困扰 现在网路上又出现刺马的讯息 表哥家人连忙为他澄清 强调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刺马传闻让人注意到的不只是黄文典 选前因为同样被盯上的 还有马英九父亲的绯闻对象前夫 吴家正 不过他一样不在家 行踪也是相当低调 从选前到选后刺马传闻不断 现在警方总算真的抓到 扬言要刺马的人 黄文典和吴家正应该都希望 不会再和刺马的言论扯上关系 东森新闻蔡双全 台南报道 东森新闻接着的民众投诉 有业者打着中华民国防高血压协会的名义 到公司行号假借教学真推销贩卖血压剂 卫生署特地上网了警告这一切是诈骗 但是协会却坦诚 经被拮据跟业者之合作关系 借以来维持运作 这种矛盾的做法令人非以所思 一群女同事叽叽喳喳正讨论如何使用 这刚买来的进口血压剂 他们一共买了两台 花了九千元 却意外发现自己好像被人骗了 这种地图 这种地图